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随着近几年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这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来中国旅游 中国是一个政案非常好的国家 但是在一些西方国家 一到晚上当地人就不会出门了 但是在中国才在相反 一到晚上却变得非常热闹 所以说就有很多人会来到中国旅游 这不就消息成美国姑娘来中国旅游 一到街头被吓哭 称中国不安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美国姑娘早就听说 中国的治安非常好 于是便想来体验一下 当她来到中国之后 就想一个人去到大街上逛一逛 但是没想到她来到的这个地方 正好有一家店开业 鞭炮的声音非常大 她还以为是枪声 吓得躲在街头之库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但是在这几年来 中国早已经不提倡 用鞭炮来庆祝了 因为这样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危害 还有不少人选择用气球来代替鞭炮 因为气球爆炸的声音 跟鞭炮的声音非常的相似 而且也不会对空气产生一定的污染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